HELLO 大家好,我是乔寶 今天我們要來開箱的這台就是我們的阿爸 上次我們開箱的那台就是牙爸,對吧 那今天我們要開這台就是奧迪阿爸 兩台的差異性就佔我們的車頭 一個有LOGO,一個沒有LOGO 有LOGO的就是真阿爸,好不好 好的,那現在我先教各位如何擁有一台真阿爸,好不好 那就是在我們的貼紙這邊 可以看到我們這個彈孔 要有四個彈孔貼紙 那音符的話就看個人要不要 反正就是點綴嘛 買好貼紙之後阿,就把你們的彈孔 跟我的影片中的位置放置的一模一樣就可以了 那它彈孔阿,那個貼紙它總共有三個洞 我們把最大的那個洞 當作那個奧迪的圈圈就可以了 另外兩個呢,你盡量讓它把它往下,好不好 那我是調最小的,因為 它那個奧迪的LOGO的圈圈是算小的 阿我們調大的話就會有點奇怪 那我個人對位子阿,是對中間那兩個 它不是有兩條線下來嗎 我把那兩個圈圈對在那個線上面 然後另外兩個再去對 這樣會比較好對阿,就是會比較平均位置 喔對了,然後順序也很重要 因為奧迪它的圈圈不是分開來 是有點重疊的 所以你的順序要分清楚 你看,你可以看到我是從左到右 最左邊是從最上面 然後慢慢這樣疊下來 它那個圈圈才會像重疊的圈圈一樣 我最下面的順序就是最左邊的圈圈 所以你們要去記一下好不好 它這個貼阿,主要難的地方就是它的那個位置 你要盡量把它的那個大圈圈 越靠下面越好 我這個還沒有到完全最頂的下面喔 因為它最難是你會發現你往下拉的時候 一方面你放開的時候 你的位置會跟你原本想的不一樣 因為你放開的那一瞬間 你手指可能還會滑到螢幕 所以這是最困難的地方 然後再來你要想辦法讓你的圈圈盡量靠下面 越下面越好 那我現在還不是最下面的位置 其實還可以再往下一點點 再往下一點點的話會更好 不論是它的位置阿 或者是角度都會更好 更完美一點喔 那我為什麼沒有辦法完全的靠下面 就是因為我剛剛說的第一個點 你放開的時候會不小心滑到 就是你沒有 你認為沒有滑到 但是你放開的時候它的那個位置就會跑掉 再來這個音符的話 就看個人要不要貼喔 其實你就只要角度跟我拉的一樣 然後用音符的上面那個位置 去對齊它那個那個旁邊那個線的位置 然後你就看你想要怎麼拉 其實都可以 這只是我無聊貼的 其實可以不用 因為我覺得它本身 R8就很好看 不用用貼紙去貼其他車身的地方 好不好 再來是你在往下拉的過程中 你的貼紙會變形喔 那你變形的時候 你就要重新把貼紙往上拉 再往下慢慢去拉那個角度 這要非常耐心 這個非常累喔 你可以看到如果你的角度是變成車頭面對你的話 那就代表你的貼紙變形了 你的角度就要重新拉 你就要把貼紙再拉上去 然後慢慢的往下拉 拉到將近快要下面的位置 你就要變形的時候 你就可以先稍微放開 反正你們要抓到位置就是 變形前 變形前的那個臨界點 那個完美點 那個地方是最好的 像你看其實我還有很多位置可以往下拉 還有一些空間可以讓我去拉 最主要是耐心啦 你有耐心去慢慢去拉那個位置 基本上都可以貼成功啦 我覺得這個不難 主要是耐心 因為主要是你那個位置一定要去拉好 你拉好這個貼紙就完美了 好不好 你只要有耐心 你就會擁有一台真的R8 好不好 你的車子就會跟人家不一樣 我們來環繞一下我們這個R8 喔 真的是非常非常漂亮 就可惜我那個前那個 掉漆的部分喔 唉呀 那個如果我完美一點 往下拉一點點 那個殘漆是可以不用的 但是你就是犧牲那個圈圈的大小 就是你圈圈要變比較大一點 但是就沒有那麼的好看 那我是選擇就是圈圈小 但是有一點點殘漆 反正那個殘漆 不要認真看其實也不會看到啦 好我們來看一下其他噴漆的R8 我們看一下淡藍色的 喔 有FU捏 這個紫色的R8 哇看一下 喔真的很好看 我好喜歡這個鐵紙喔 因為我本身其實算是非常喜歡 R8這台車的喔 但是因為沒辦法嘛 那種太高等級的車子 我們根本連想都不用去想 好不好 喔黑色好好看喔 我的天啊我超愛的 這個真的加分非常多耶 好來我們直接開著我們的R8出來晃一下 我們可以看到棉花糖在我旁邊 簡直就像一台什麼 像一台KB車 一點價值都沒有 我們是什麼 奧迪R8也開玩笑 你跟我開玩笑 你拿棉花糖出來說 唉真的是 你走在路上 你跟人家講說 你開棉花糖會被人家笑 真的喔 會被人家笑 阿我們呢 我們跟人家講說 我們開什麼奧迪R8 哇靠人家會學怎麼樣 你很屌 這就是所謂的什麼 所謂的社會價值觀 我跟你講你在外面 你跟人家講說 我跟你講 我有棉花糖 你覺得人家會屌你嗎 人家根本不會屌你 好不好 但是如果你今天 你跟人家講說 你看也是奧迪R8 我跟你講 整個價值觀就不一樣了 人家會想說 蛤 你有R8 這個時候你就跟他講說 喔沒有啦 我說我遊戲裡面的R8 人家就講說 蛤 遊戲裡面有R8 什麼遊戲 你跟他講什麼 跑跑卡丁車 人家會更驚訝說 蛤 跑跑卡丁車有R8 這時候你就可以很肯定的跟他講說 沒有錯 我有R8 要不要跟我在一起 喔不是不是 要不要來我家熄貓 喔不是不是 不要這麼快 不要這麼快 這時候你就可以跟他講說 你要不要參觀一下我的R8 你要不要給你 欸哈囉 怎麼失靈了 欸我才剛改好欸 R8 完蛋了 他才剛改好 你給我失靈了 哎呀 這個等一下要送回去檢查一下欸 不知道寶庫還在不在 欸怎麼了怎麼了 喔 欸這個人 這個人太high了吧 直接頂吃草欸 直接有最頂的那種吃草欸 頂在那個柵欄旁邊 我第一次看到 不是重點是 為什麼他吃完草之後 他可以跑到這麼前面 蛤 到底怎麼回事 那最近不知道怎麼回事 我不知道是手機的問題 還是 遊戲的問題 反正我最近玩遊戲 整個很頓很卡 我是iPhone11 我不知道是哪裡出了問題 然後有時候卡一卡 就直接給我退掉 直接給我閃退 哎呀 看起來我們這次改動是非常成功的 應該就是贏了吧 應該就是贏了吧 OK贏了 好不好 幸運值直接加點 OK吧 有R8就是不一樣 好的 我們開著我們的R8來到我們的高速公路 好不好 給他飆一下 可以看到我旁邊這台牙霸 OK 直接無視他 好不好 我們是什麼R8 好不好 完全無法比 好吧 OK我們起步 雖然被撞了一下 但OK 我們再有一顆氣 基本上都可以追上去 OK 這時候趕快想辦法 從車群中鑽出去 喔 我們最亮的R8 就這麼鑽出來了 好不好 讚 其實有時候你玩遊戲啊 就是高興 就是開心就好 其實 跑跑卡因車你不用把它想太複雜 不一定說 技術遊戲 因為很多人都說 跑跑卡因車 是一款技術型的遊戲 你技術 只要好 你不管買什麼車 都一樣 這句話雖然說它的意思是對的 它的意義是 沒錯是非常中肯的一句話 但是 怎麼講 因為它是遊戲嘛 那我今天問你好了 那如果今天官方都不出車子 然後丟一句話跟你們講說 反正你們有技術就好 我出車子幹嘛 你們開什麼車都一樣 你們開反車也可以啊 對不對 那這個時候你還會想玩這款遊戲嗎 不會嘛 因為這個遊戲呢 它的魅力就是 除了它的技術之外 再來就是它的車子 它的車子 它這個遊戲最大的魅力之一啊 想辦法跟前面的 OK我直接插撞 完了 應該是追不到了 應該越來越遠了 好不好 有時候你玩一些遊戲呢 你開始自己喜歡的車子喔 我跟你講那個心情會不一樣 就算你跑再爛 秒數再差 但是你玩得很開心 因為你開始自己喜歡的車子 我個人是覺得啦 遊戲玩得開心最重要 我因為很多人很喜歡 把自己的觀念灌輸到別人身上 就認為說 喔我跟你們講 這個遊戲就是要搶啦 要搶最重要啦 你當每個人都職業選手 是不是啊 職業選手也不會這樣想啦 好不好 好不好 我們沒有技術沒關係 但是我們怎麼樣 只是把錢 變成自己喜歡的東西 好不好 有本事有能力 有什麼不可以 對不對 好我們來看一下我們在R8 可以跑幾秒啊 應該四五吧 欸有四四 有R8就是不一樣 好不好 沒關係 秒數 贏不贏都不重要 重點是 我們剛剛開得很舒服 喔 享受在那個高速公路飆車的感覺 有沒有 欸 你看 看R8 就有人跟你打招呼了有沒有 這就是社會價值觀 人家認可你的R8 有沒有 這就是這樣子 好了我們再跑一場實戰喔 因為有點累耶想休息一下 然後我這台R8 因為剛剛插撞一下 然後給他補 補氣一下好不好 我跟他預約好了啦 好 好不好 等一下我蠻想要試一個情境的概念 我們等一下 等 等這邊 因為前面碰撞完比較沒有那個感覺 我等一下 等到一個 可以舒適跑的時候 我想試一個就是 放著音樂 然後想像我在看著旁邊的風景 就是安安靜靜的 去享受這台車 等一下來試看看 只是現在 好媽 我旁邊的車也太多吧 古猶豬在現實的路上 哪會那麼多車子跟你在那邊 搶位子啊 神經病 哎呀 好 我剛剛應該在高速公路那一關的時候 是這個感覺的 但 來不及了 奇怪我怎麼一直都鑽不出去啊 哎呀 我覺得應該是因為 我現在這裡在想說 我想要鑽出去 我想要鑽出去 我想要聽音樂 我想要去享受 然後完全沒有想要跑好這場 我現在就一直在想著 我要鑽出去 我要鑽出去 我要好好的 玩這台車子 好好享受這台 唉 但是就是 一直沒辦法 現在好像稍微可以了 來來來 就這邊 試一下 然後想像你拿著一根學家 或者是你喜歡的飲料或什麼的 然後 看著窗外 唉 忘記所有的煩惱 時時時刻 你就是跟你自己在相處 所以不要去想一些 有怨氣的事情 放下你所有的恩怨 時時時刻 就只要放空 好好想想 自己的未來 能做些什麼 或者是說 你有什麼話 想對自己說 好不好 你可以看到外面那個風景 非常非常漂亮 好不好 平常呢 你不是在工作 或者就是在上課 很少的時間 可以跟自己這樣好好的相處 好好的享受一下 好不好 由於我們平常的生活呢 時間的壓力是非常大的 所以適時的舒壓 適時的休息 是以前必要的事情 好啦 那今天的阿八之旅 就到這邊結束囉 今天的影片先到這邊 我是還在努力的喬寶 我們就 下次見啦 掰掰 你 說 ⋯��겠습니다 從本書心里 好 啦 onas